第702期 她心思一动 如果这个大儿子死了 是不是一切就能有所改变了 是不是一切就能如她所愿 平静人生 平安喜乐 对啊 根儿就在这个大儿子身上 只有她死了 才能一切都好 老夫人终于回过头来 她在想如何杀死这个儿子 甚至都开始在院子里寻找趁手的凶器 剑影呆在暗处 看着老夫人拿起一样又一样东西 一次又一次地对着书房比划 最后终于找到了一把劈柴的镰刀 拎起来直奔书房就去 她心里算是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无奈轻叹一声 身形一动 现身到了老夫人跟前 柱子吩咐 人得留着 请老夫人冷静冷静 慢下手 国公府门口 老夫人由白铜俭和白浩峰搀扶着上了马车 红氏等一众人站在车下面相送 白珍珍一个劲地冲车厢里招手 祖母 我会经常带轩人去看您的 白浩轩也说 我跟风哥哥说好了要一起练功夫 明日我就到三叔府上去 老夫人连连点头 原本沉闷的心情 也因为这几个孙子孙女变得好了许多 白燕宇站在车窗门口 去握老夫人的手 祖母 待新的冬衣裁剪好 燕宇亲自给您送去 这是燕宇头一次花自己赚的银子 给您做衣裳 不管好坏 都请祖母不要嫌弃 老夫人赶紧摆手 不嫌弃 不嫌弃 我能穿上我孙女花银子做的衣裳 我这心里就高兴 官室最后一个上了车 临上车前红氏问她 这眼瞅着到年下了 老太太这时候走 那过年在哪边过呢 是我们再给接回来 还是就在将军府上过 她一边说一边看了看白赫然 想想到 要不咱们都上公主府去过吧 就当和阿然搬了新宅子 热闹热闹 官室觉得这是个好主意 其他人听着也挺高兴 白昊峰更是从车厢里探出头来 高兴得到 我还没有去过 燃姐姐的公主府 真的可以去那边过年吗 人们看向白赫然 征求她的意见 白赫然想了想 过年肯定是不行 因为大年夜宫里 肯定要开宫宴 公主府太远 往来不方便 不过 我倒是很乐意 你们去帮我暖暖宅子 不如就在大年 前一天到我那里去 咱们一起吃个饭 我带你们在公主府转转 我看过那府邸的图纸 宅里小院子很多 客房也不少 你们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住下 今后我也都给你们留着 随时都可以去住几日 至于年饭 我看不如就在将军府吃 老夫人在车厢里 听着白赫然的安排 本来还想说 过年如果也不回国公府 外头的人指不定 怎么编排白家 可再想想她那个大儿子 白兴颜 瞬间就没了再维护国公府的心思 于是就坐在车厢里 也不说话 只听着下面小辈们的安排 心里就一直在想着 如果这个家里没有白兴颜 该多好啊 年饭的事敲定了 就定在将军府 官室特别高兴 乐呵呵地上了马车 还告诉白珍珍一定记得 把大家爱吃的菜系下来 回头给她送去 她好准备着 看着将军府的马车走远 二夫人谭氏叹了口气 没有再进府门 只告诉红氏 她也要回府去了 红氏见她精神头不太好 便也没多留 由着二老爷白兴武 将人搀扶上了马车 临上车之前 红氏还给她塞了张银票 谭氏推聚了一会儿 也就收着了 临氏小声跟她说 二叔家的打踪小铲之后 情绪就一直不怎么好 身子我看到是无碍 但就始终打不起精神来 而且打从她小铲那事 出了之后 似乎就再也没见过 他们把唐小姐带出来过 也不知道小白府上 究竟是出了什么事 神神叨叨的 红氏也不知道出了什么事 她随口问过几回 唐小姐怎么没来 但二老爷一家 支支吾吾的 也没说个清楚 只说身子不大好 可也没听说 找大夫给瞧 红氏只到家家 都有本难念的经 既然人家说好 后来她便不再问了 但其实这事不难猜 白千娇跟白花言打过一架 从那次起 就透露出 她对唐氏肚子里的孩子 比较介怀 唐氏小产后 一直没见白千娇 每每有人提起 唐氏的表情也不太自然 再不像以前 一说到自己女儿时的 那股子骄傲和满足 反倒带了厌恶和憎恨 红氏大胆猜测 怕不是那个小产的孩子 跟白千娇有关 白家人回了府 老夫人坐的马车 也在往将军府奔行着 白铜俭坐在老夫人身边 高兴地说 祖母终于肯来将军府了 有祖母坐镇 我这心里总算是能踏实下来 一会儿回了家 祖母先看看我的绣活 父亲从前总说 我从小也惯了 手脚粗笨 可我觉得我绣得也还可以 祖母待会儿跟我去看看 我要是绣得好 等父亲回家了 祖母您可一定得替孙女我说话 让我爹不敢再小瞧我 老夫人听笑了 行 一会儿我给你看看 我年轻那会儿 女工也是出了名的好 回头帮你指点指点 等你父亲回来 一定夸你 那祖母也看看风儿习武 也给风儿指点指点 老夫人大笑 祖母可不会功夫 这个你求错人了 应该去求你燃姐姐 白浩风也一亮 真的可以去求燃姐姐吗 听说燃姐姐很忙 风儿怕打扰了她 老夫人想了一会儿 点点头 确实 你燃姐姐是很忙 但是你燃姐姐再忙 她也会愿意指点你的 她很喜欢你 因为我们风儿听话又懂事 跟轩儿一样 都是她的亲弟弟 白浩风很高兴 也有点激动 以至于坐在马车里 不停地搓手 小脸都通红 白童俭笑她 一说到你燃姐姐 你就没了平常的稳当 以前也没见你这么期待过 是不是这几日总听轩儿说起 她刚安染学医的事 你也上了心 白浩风点头 姐姐说的没错 我确实是因为 听浩轩弟弟讲了许多 关于燃姐姐的事 所以才招了急 以前只知道燃姐姐很厉害 不但懂医术 而且还会武功 不但会武功 而且还是位高手 我心里想着 这样的人一定不容易接近 她一定是与我们有距离的 就像从前的金红姐姐一样 只可远远地看着 一旦靠近 她最多只是笑笑 很少与我们说话 白铜锦想了想过去的白金红 点了点头 风儿说的没错 白 段金红以前是那样的 人人都说她是菩萨心肠 可她的菩萨心肠只限于人前 一旦背过身去 便是一张恶魔的面孔 所以我也不是很敢靠近燃姐姐 我怕她也是那样的 白浩风说 有本事的人都是高高在上的 我是数字家的孩子 我怕被住宅的人嫌弃 她其实是个很沉稳的孩子 跟她父亲的性子不太一样 她父亲是武将 为人粗犯 虽然内力是精细的 但至少表面上看起来 很有个武将的样子 可这白浩风看起来 就是个少年殊胜的模样 纵然自幼跟着父亲习武 也还是始终保持着一身儒雅 甚至偶尔还会带着些许自卑的情绪 当然 这种自卑主要还是来自于白家主宅 也就是文国公府那头 她其实并不认为自己是数字的孩子 就低人一头 但问题是 架不住老有人在她耳边念叨 几乎每次回到文国公府去 都会被白花言拿这事来呛白 她记得有一回白花言骂她是数字生的儿子 在将军府算嫡子 但那叫哪门子嫡子啊 回到了主宅还是低人一等 还是个下贱胚子 上不得台面的 她当时气不过就回了句嘴 说白花言也是数女 有什么资格这样说她 白花言跟她同岁 但是跋扈的性子和扭曲的心理 却完全不像当时才六岁的孩子 她听了白浩峰的话之后 立即就甩过来一个耳光 白浩峰没防备 被打得眼冒金星 打完之后 白金红就来了 她以为外头人人称赞的第一美人白金红 一定会主持个公道 可谁承想 白金红只是冲着她投来了一个鄙视的目光 然后说了句 外来的孩子也到我们家来动手打架 三叔家的教养真是让人担心啊 她对主宅的心从那时起就彻底亮了 后来便找各种借口不往主宅这边来 实在不得不来了 也不再离开父母亲半步 也不再多说一句话 邵氏的阴影导致她对白赫然也有一种恐惧心理 以至于在面对白赫然时 她也不知道这位堂姐是不是也像白金红一样 又或者比白金红还要过分 白童姐是个疼爱弟弟 也愿意花心思去了解弟弟的姐姐 她听白浩峰这样说 又见白浩峰沉默 便知自家弟弟此刻心里在想些什么 于是笑笑道 是不是轩儿口中的然姐姐 跟你心里想的不一样 白浩峰连连点头 确实不一样 很不一样 姐 如果轩儿说的都是真的 那我觉得然姐姐有些像你 至少她对轩儿就像你对我一样 是真心实意的好 是没有保留的 老夫人听着这姐弟俩说话 听得直笑 官室也在边上笑 白童姐知道他们笑什么 便也跟着笑 一边笑一边告诉白浩峰 然姐姐是你的亲堂姐 跟从前的白金红怎么能一样呢 白金红跟咱们什么关系都没有 她当然没有义务对你好啊 老夫人也说 就是这个礼 那不是咱们家的人 自然跟咱们不亲 但是你 然姐姐跟你是有骨血关系的 她很喜欢你 你若常去看她 她会带你跟带轩儿一般无二 真的吗 白浩峰很高兴 再想想这几日的接触 便也有了信心 确实 然姐姐跟以前的金红姐姐不一样 那天在灵堂 她就拉着我和轩儿的手 一边一个 我很开心 她对官室说 娘 我以后常去找然姐姐好不好 如果然姐姐同意 我也想到公主府去住一阵子 官室和老夫人听了 都是一阵大笑 官室说 你不如过两天就跟你然姐姐一起走 帮她搬家 反正我们年下也是要去的 你想留就多留几日 等我们去暖宅时再跟我们一起回来 没有了大夜市和白浩辰的白家 一派喜乐 天衣庄的裁缝上门两尺 白晏宇还有点不好意思 到底还是小孩子 又想做好事 又觉得做了好事被人夸得不好意思 小脸一直都是红扑扑的 惹得白珍珍一个劲地笑话她 三姐 你可真逗 两个衣裳还整得跟大姑娘出嫁似的 这是好事 你脸红什么呀 白晏宇赶紧去捂她的嘴 哎呀 你小点声 不说话你能死啊 还有 我是你二姐 不是你三姐 之前谁总嚷嚷着改口来着 怎么到了自己这就改不掉了 白珍珍吐吐舌头 确实不太好改 这些年被咱们那个爹憋着叫三姐叫惯了 我跟你说 昨晚我院里的丫鬟跟我叫三小姐 我当时就一愣 没反应过来是在叫我 还问她是不是你来了 结果小丫鬟提醒说 现在我就是三小姐 你是二小姐了 我当时觉得怪怪的 反正也说不上来哪怪 可能就是不习惯吧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彻底改过来 实在不行 咱们就不改了吧 二姐姐叫大姐姐也不舒服 不如就直接叫姐 也别排序了 你看怎么样 白燕宇也觉得改口挺难 这样还显得更亲近些 白珍珍点头 嗯 这个主意好 那就这么定了 姐 你别脸红了 一会儿量完了 你还得付银子呢 我跟你说 天衣装的裁缝可贵了 你手里的银子够不够呀 不够的话 我给你拿点 够用 你别掺和 我说了自己全包的 白燕宇很是自豪 三姐给了我作坊那边的分红 如今 天赐胭脂那边 相当于从作坊进货 需求量太大 完全就是供不应求 所以作坊是很盈利的 我拿到的分红也多 请得起天衣装 各位听友 我是主播明灵 这次我的角色 是白家老太太 感谢各位的收听和支持 老身在此谢过了